你好我是佳妮劍的主題是 Kyle Kuzma 可以跟可愛一樣成為球隊的核心 甚至是全明星球員嗎?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解釋2020 12月2號 自由市場開始之前 沒事聊到胡人隊的教育案 其中包括Ladibo或者是Lavin等等 Kyle Kuzma跟Danny Green一定都在名單上 實際上Danny Green的部分只是用來薪資匹配用 Kyle Kuzma才是真正的籌碼 因為他還很年輕 但自由市場開始之後 胡人隊是真的送走了Danny Green 不過留下了Kyle Kuzma 換來的是Lating隊的Dennis Schroeder 我個人認為任何球員可以留在胡人隊 這次擁有輝煌歷史的球隊都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而且這次球隊的人氣相當高 但Kyle Kuzma在上個賽季看到被胡人 交易至T5隊的Brandon Ingram 場軍可以攻下24分的時候 他曾經表示 對Brandon Ingram的成長感到相當開心 同時他自己也還在找場上的定位 畢竟胡人隊場上有皇上加AD這兩名年度異隊的球員 簡單的說任何球員要在這兩人身邊打球 其實工作很簡單就是防守跟3分 但除此之外任何球員要有更多的表現都有難度 第一點皇上是聯盟的助攻王 同時他的得分可以輕鬆破20分以上 所以除非你的組織能力非常優秀 比方說Rondo就是最好的例子 否則場上當然是以皇上為主 因為他的破壞力更大 第二點AD今年紀錄賽在進去的戰地是球迷有目共睹的 換句話說如果場上要進行1對1的單打 AD是胡人場上除了皇上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這代表的意思是其他球員真的很難有表現的機會 除非你的進攻效率比這兩位年度異隊的球員還高 這裡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胡人隊的教練 球隊是以第0賽戰績第一跟總冠軍為考量 場上如果要進行單打 那你會選擇把球給AD皇上還是其他球員呢? 2000年胡人3.8的OK連線 整支球隊就是以Kobe Bryant跟Shaquille Neal為主 其他球員不是沒有個人秀的機會 但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另外爵士雙老John Starton跟Kamalong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們兩個的擋拆戰術一直打到退休 爵士在場上就是以他們為主 其他則在有穩定的第三得分點 死光槍Jeff Honacek就是這樣的球員 過去曾經有朋友在劉文版上提過 Kyle Kuzma看到Brandon Ingram有這麼多的出手機會 一定很羨慕 某方面來說這一點是正確的 因為數據高代表的是彈合約才容易 可是數據高不代表你會有總冠軍 對於Kyle Kuzma來說 他已經得到總冠軍了 總冠軍是更多球員一輩子的夢想 實際上我自己的看法 職業球員追逐的目標就有三個 一是總冠軍 二是薪資 三是個人數據跟歷史定位 目前Kyle Kuzma拿到總冠軍了 接下來他要追逐的當然就是薪資跟個人數據了 之前Kyle Kuzma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他的時代快來臨了 他特別拿可愛當例子 可愛當年在馬吃隊的馬吃陣中是由GDP三人組的 可是當這三位核心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可愛在場上的作用 當然就顯得更重要 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馬吃隊本來就打算把球隊一哥的位置交接給可愛 Kyle Kuzma用可愛這段故事來當例子 他想要說的當然是他有信心 可以跟可愛一樣成為球隊中未來的核心 可是拿可愛當例子會出現一些小問題 我們還原馬吃隊當時的狀況 Tim Duncan1997年進入NBA 幫助馬吃隊拿下五座總冠軍 2016年退休 鬼之切入Generberry2002年加入NBA 幫助馬吃隊拿下四座總冠軍 2018年退休 法國小寶車Tony Park2001年加入NBA 他也拿下四座總冠軍 2019年退休 可愛是2011年加入NBA的球員 2014年幫助馬吃隊拿下總冠軍 可愛也得到了Finals MVP的肯定 他當時才22歲 不過GDP三人組當時都超過30歲了 其中Tim Duncan跟鬼切更是已經36、37歲了 而且可愛當年不但拿下了Finals MVP的肯定 另外他也入選了年度防守第二隊 正在馬吃隊的立場 當GDP三人組已經有年紀的情況下 把棒值交界給可愛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看完馬吃之後 咱們來看看狐人隊目前的狀況 皇上雖然已經36歲了 可是各方預期只要他不要受到大傷的話 他要達到40歲是可以期待的 更麻煩的是狐人老闆已經開口了 只要皇上願意留在狐人隊 薪資方面絕對不會是問題 直白來說他一定會是頂星 另外AD的部分更麻煩 因為他才26歲 如果以馬吃隊的例子來看 AD其實才是借皇上為止的球員 攻守全面而且才26歲 他的部分一定也會是頂星 所以狐人未來幾年會有兩位頂星的球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 狐人會開很高的薪資給Kyle Kuzma嗎? 我個人是持保留的態度 Kyle Kuzma的合約在明年就到了 狐人總管之前表示 會在適當的時間點跟他談合約的問題 這裡我們先不討論 今年自由市場上國防隊的Fast 爵士隊的Mitchell 綠三軍的JordanTayton中頂星的合約 綠三軍上個賽季跟Jan Brown完成一份 4年1.15億的合約 第一年的薪資就2300萬了 但Jan Brown今年場軍可以貢獻20分6籃板 而Kyle Kuzma今年場軍只有12.8分4.5籃板 所以狐人會給到多少的薪資呢? 我們不知道 又或者我們剛才說 如果薪資地獄2000萬 Kyle Kuzma會接受嗎? 再來就是打法的問題 無論場上只要有AD跟皇上戰 Kyle Kuzma的上場時間就會受到限制 因為AD不喜歡打5號位這是事實 而Kyle Kuzma又只能打3、4號位 所以只要AD在4號位的時間越多 就會變相限制Kyle Kuzma的上時間 另外只要皇上在場上 那Kyle Kuzma原則上就會站在外線等頭3分球 另一點當狐人隊打進季后賽 面對陣容比較矮小的球隊時 場上很有可能會是AD加皇上再加上3名後衛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Kyle Kuzma在狐人隊種種益處加起來 他很能得到好的舞台可以發揮 剛剛有提到可愛的防守能力很優秀 這也是他可以站穩球隊小前鋒的原因之一 球迷別忘了可愛拿過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肯定 可是Kyle Kuzma的防守能力是需要再進步的 否則關鍵時刻球隊可能會更信任其他球員對吧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Kyle Kuzma現在要先成為球隊可以信任的3D球員 上個賽季地零賽他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3x16 季后賽也只有3x13 我們來看一下狐人季后賽場上位置的狀況 KCP23號位都能打 這一點就回到剛剛我們提到的 虎人場上有的時候會放AD皇上再加上3名後場球員 來面對比較矮巧的球隊 Kyle Kuzma70%的時間是4號位 但大Morris在4號位的時間也有67% 可是大Morris在季后賽的3分球命中率是4x2 今年大Morris繼續留在虎人隊 他的速度不如Kyle Kuzma這一點是40 可是他比Kyle Kuzma壯 場上經驗更豐富 所以他留在虎人隊這代表的意思是 多一名球員跟Kyle Kuzma競爭4號位的時間 整個來看我個人認為Kyle Kuzma 在虎人隊目前只能是角色性球員 不可否認他對虎人隊來說很重要 因為虎人34號位的球員都有年紀了 所以如果Kyle Kuzma的防守能力可以再進步 外線命中率可以再提高 我相信他要談合約也會比較容易 可是他必須要認清一個事實 在AD目前只有26、7歲的情況下 除非AD跟皇上有人離開虎人隊 否則以他目前的能力要得到大合約 或者是有更多出手機會是有難度的 這個時候就回到剛剛我們提到的 職業球員三個追逐的目標 總冠軍、合約、個人數據跟歷史定位 你要怎麼做選擇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Kyle Kuzma要等到虎人隊以他為核心 也就是可愛這個例子的話 可能還要再二到三年 也就是皇上的影響力慢慢下降 跟AD的年紀接近30歲的時候 才會比較有機會 否則兩位點心的球員在陣中 繞著他們打造球隊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最後想說的是看到Kyle Kuzma說出可愛的例子時 我個人覺得他應該受到很多委屈 畢竟每一次交易案都有他的名字 接著就是前隊友Brandon Ingram得到頂心之後 Kyle Kuzma一定會有一些想法 而且他是2017年選秀會的球員 今年2017年選秀會的球員 已經有四名球員拿到頂心的合約了 接著就要看看他自己怎麼做選擇了 但還是那句話 把防守跟三分球都練得更穩定的情況下 要成為核心球員的機會才會更大 直白來說 只要你是有能力的球員 到哪一支球隊都可以發光發熱 不是嗎? 所以Kyle Kuzma加油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這樣大家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一個事實的 鼓勵喔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 我們下次見掰掰唷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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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